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石家庄的前身是1925年设立的石门市 其名字取自于当地的石家庄村和修门村 1947年12月26日 石门市更名为石家庄市 钢炉烧饼是石家庄乃至河北一带流传甚广的面食小吃 相传钢炉烧饼起源于清朝末年 在近百余年间一度成为河北一带人们的主食 地位等同于馒头和米饭 临近中午还有一段时间 烧饼铺的师傅张俊强又开始忙碌起来 在擀好的面皮上 均匀地涂上一层食用油 再撒上一层干面粉 这是钢炉烧饼分层的秘密所在 老吉北石家庄人都知道 钢炉烧饼地道不地道 要看烧饼中的层数 20层为上加 15层为中等 如果钢炉烧饼低于15层 那便是不值得以偿的 钢炉烧饼是否地道 制作的手艺也非常重要 张俊强的手艺传自父亲 银鱼不惑的他 已经和钢炉烧饼打了20多年的交道 这手艺也早和他融为一体 张俊强将剂子擀平 对折后继续擀平 如此反复几次 保证每个皮子都有20层左右 待皮子擀至完成后 在表面均匀地撒上水 以此增加皮子表面的粘度 这样能使芝麻牢牢地 粘在饼坯的表面 张俊强细致且均匀地撒上芝麻 保证每个饼坯 都能粘上尽量多的芝麻 芝麻能明显地提升 钢炉烧饼的香气 它从不会有丝毫吝啬 炙热的炉火 已经将钢炉烘烤到合适的温度 张俊强需要在炉温下降之前 将饼坯快速贴上去 钢炉内部呈凹曲形 如果内壁太凉 烧饼会滑下去 剩下的就交给钢炉 这种独特的烤锯 会将烧饼催生出 美妙的形状和味道 大约三十分钟后 浓郁的香气从炉中飘出 烤好的钢炉烧饼显成黄色 成远古形 四周又起整花盐 浓郁的芝麻气味混合着麦香 不禁让人食指大动 老张的一炉烧饼很快就销售一空 他的钢炉烧饼早就得到了够为挑剔的老一辈石家庄人的认可 现如今在年轻人中也颇受欢迎 这种质朴又美味的烧饼 经历百年岁月 绵延至今 依然是石家庄美食中一道独特的风景 和喽大饼有多香 我喽大饼啊 老抽饼了 把这烟水根了 这烤饼饼了 来 谢谢 谢谢 三个角色用大碗成练 在城市的一角 一家无级和乐面馆已经门庭若市 原家世代以和乐为生 传至原建坊这里已经是第四代 来店里的食客都是老顾客 原建坊大都认得清楚 寒暄起居之后 他又回到后厨忙碌 原建坊的和乐 一直坚持组被传下的规矩 用纯荞麦面粉制作 头罗面也就是荞麦第一次磨出的面粉 颜色最浅 将磨过一次的荞麦再磨第二次 所得到的面粉就变成了褐色 这就是二罗面 接下来的三四罗面 颜色只会越来越深 用头罗面制作的无级和乐 不仅颜色白 口感也更好 但纯荞麦面毕竟韧性差 一甩就会折断 这就需要活面时比白面更下功夫 父亲曾经告诉过原建坊 活桥麦面时需要反复揉按 直至汗流满面时 面就大地活好了 多年来原建坊一直记得 只有付出了辛劳和汗水 桥麦面才会变得有韧性 压面的工具叫合了床子 这张老旧的合了床子 来自原建坊的老家 石家庄无极限 这是一种用怀慕制成的压面工具 也是原建坊的祖辈赖以为生的工具 和好的面团放入底部带眼的空腔里 通过压动木饼将面团挤压成细长的面条 面下入滚水热锅中 老员要将面条快速搅动 立马捞出 前后不超过十几秒 快一分则面还未熟 慢一分则面条已老 少差分毫 口感就会相差千里 其中分寸全凭自己经验把握 出锅的无极和乐装满也颇为讲究 白汤 红肉 青菜分明 各种配料让石客看得一清二楚 鲜香浓郁 入口回甘的和乐面 所以鲜亮的色彩搭配 无不挑逗着石客的贝垒 在原建坊儿时的记忆里 无极和乐早已融入到无极当地人的生活中 一天如果不吃一碗和乐 总觉得像少了些什么 而今天越来越多的城市人 也喜欢上了他的无极和乐 如今原建坊的儿子已经学会了他全部的手艺 他一直教导儿子 祖辈传授的和乐手艺如同做人的道理 就是真诚和实在 无极限还有一道堪称独家的美味 溜鸡脑 乍一听菜名令人颇为惊奇 其实它与鸡脑袋没有任何关系 主要原料是鸡蛋黄 溜鸡脑颜色金黄 模样很像鸡蛋羹 但是用汤匙一咬就会发现区别 那这区别在哪呢 溜鸡脑本身并不凝固 是浓稠的流体 如今的石家庄乃至无极限 会做溜鸡脑的师傅并不多见 玛丽坤就是其中之一 制作溜鸡脑的原料极其简单 仅仅需要几个鸡蛋黄 一些姜末和少许盐 然而这道美味的制作过程 又极其麻烦 原因是溜鸡脑在制作中 要不停地搅打上百次 所以溜鸡脑又称打百下 这道看似简单的美食 曾经让玛丽坤吃尽苦头 搅打少了 蛋液上不了劲 做成的溜鸡脑 就会色泽暗淡 而且稀散 搅打过多又会发硬 失去原本爽滑的口感 玛丽坤一边搅打 一边在蛋液中加水 既调节了蛋液的浓稠度 又增加了分量 使得制成之后的溜鸡脑 有几倍于原料的体积 这是那位老前辈的智慧 使得以前食物缺乏 饥肠碌碌的人们 既能尝到美味又能果腹 待蛋黄彻底搅开 蛋液又聚而不散的时候 就可以热油下锅了 将蛋液下到锅中后 玛丽坤也不能有丝毫松懈 依然需要不停搅动炒勺 稍微一慢 下面的蛋液就会糊锅 上面的蛋液却还没熟 玛丽坤每每做这道菜都无比郑重 这道看似简单的溜鸡脑 承载着老一辈石家庄人的智慧 待蛋液变稠颜色黄亮 玛丽坤知道可以出锅了 再点上几滴汁板油 撒上些葱花和海米 这道石家庄独有的特色美味 溜鸡脑就做好了 入口一尝 浓郁的芝麻油香越上舌尖 片刻之后 蛋香便出盈于口腔之中 其中还夹杂着葱花的清脆 和虾仁的鲜香 而淡淡的咸味 更是凸起了这层层叠叠的复合香味 让人唇齿留香之间 回味无穷 石家庄正定县的一家饭店中 主厨高洪生正在厨房忙碌着 在外漂泊多年的朋友 今天返回家乡 高洪生要做一道老朋友 最喜欢的正定传统美食 热切丸子 来为老朋友接风洗尘 热切丸子以五花肉为主料 对肉的肥瘦没有太苛刻的要求 在高洪生儿时的记忆中 热切丸子在正定家喻户晓 在默默陪伴古县的百余年间 一直是百姓钟爱的美味佳肴 几乎家家会做 但家家的味道又不尽相同 但有几点却是正定百姓的共识 第一点就是五花肉馅儿 一定要沿用老法 手工剁馅儿 冰冷的机器虽然省时省力 但搅出的肉馅儿太过细碎 破坏了肉里原有的纤维 失去了嚼劲 也就做不出热切丸子该有的味道 相比之下 手工剁馅儿 只是将肉分割为极为细小的肉丁 而且刀刃和案板撞击后 还能起到部分垂肉的作用 使肉馅儿更加松软多汁 高红参在剁馅儿时 便将葱花姜末一起放入 剁好之后的肉馅儿 用正定老话讲 叫一红二白三青 热切丸子的另一种主料是红薯粉 高红参将红薯粉用温热的鸡骨汤和开 然后加入到肉馅儿之中 红薯粉的加入 使热切丸子更容易成型 又中和了五花肉的肥膩 提升了口感 它还在其中添加了特制的调料 这是母亲教给它的 其中有佳的味道 肉馅儿和红薯粉或匀后 要用手摔打馅料 这也是正定百姓的第二点共识 用手摔打馅料 不仅能使肉馅儿和红薯粉更充分地融合 还能给馅料上劲儿 变得更有弹性 摔打的时间 全凭高红参双手对馅料的判断 时间过长 会使馅料变得僵硬 口感反而不好 馅料做好后 就要上蒸锅蒸制了 高红参用笼布将馅料紧实地裹成长条状 侧面呈椭圆形 随后放入蒸锅蒸制 这是热切丸子的独特之处 虽然也叫丸子 形状却与普通圆形丸子大不相同 相传是明成祖朱棣还是阴王石渡过正丁 尝过热切丸子后 让他想起家乡的肉丸子 而亲自命名的 热切丸子蒸熟后 朋友也即将赶来 高红参就要趁热切片 好让老朋友趁热食用 热切便是正定百姓的第三个共识 这道美食发展到今天 已经衍生出煮炒炸等多种食用方式 但最被认可的依然是热切 热切丸子令人向往 而接下来要登场的 有着三百多年历史的李家熏肉 更是来到这里 不得不品尝的一道石门谷味 不要走开 农广天地马上回来 凌晨四点刚过 这座城市还在沉睡 李济川就要起身 准备店里一天所需要的熏肉了 从十几岁跟随家中长辈 学习熏肉算起 李济川制作熏肉 已经有近五十年的历史了 每天他都是要比这座城市 早一点苏醒 做熏肉 是李济川家世代相传的手艺 自清朝康熙年间创制以来 也有三百多年的历史 喜欢他家熏肉的人们 习惯地称其为李家熏肉 李家熏肉 多以猪身的各个部位为原料 猪蹄 猪尾 猪头肉等等 这些食材是今天的分量 李济川从不会多做 隔天的熏肉 无论从口感和味道上 都会差很多 李济川的熏肉 在石家庄备受推崇 其中的一个秘密 就存在于老汤之中 只有使用多年的卤煮汤汁 才有资格称之为老汤 保存的时间越长 芳香物质越丰富 香气越浓 从祖辈开始 李家就拥有多种老汤 每种风味都不尽相同 李济川一直遵从祖辈的规矩 一种老汤对应一种食材 从不混煮 食材与配料放好后 小火持续烹煮 热量和不断涌起的气泡 催促着芳香的老汤 不断涌入肉中 除了火的热量 同样需要时间的配合 不同的食材需要不同的时间 其中分寸老李一清二楚 接下来的时间中 李济川一步步离地守在灶台旁 他需要不停地翻搅 确保每一块肉都能吸满汤汁 几个小时后 浓郁的香气已经溢满灶台 接下来就要进行熏制了 将苹果木的锯末 混以适量的白糖 放入烧热的锅中 马放好猪肉的壁子置于其上 盖好锅盖 白糖是为了上色 苹果木熏出的肉 与常用的松木白木相比 口味更加清淡 细品之下还有淡淡的清香 至于苹果木与白糖的配比 以及熏制的时间和火候 则是李家不传的秘密 制成的熏肉色泽红润鲜亮 外形厚实饱满 将其切片白嘴食肢 什么都不救 让老汤的咸香和古香 回荡的时间 才是最佳的使用方式 石墨这种在中国历史上 转动了几千年的古老墨具 终究抵不过飞速发展的机器 濒临淘汰 但在豆腐房做了几十年 卤水豆腐的杨建勇 还是愿意用这种老器具 来磨豆浆 因为他觉得老味道 离不开老传统 杨师傅需要将磨好的豆浆 加热煮开 让来自大豆中 丰富的蛋白质发生变性 豆浆的原料大豆 在人类食谱中 是蛋白质含量极为丰富 也是最为廉价的食物种类之一 然而食用大豆会使肠胃大量胀气 让人身体不适 还会发生尴尬 豆浆煮开后 杨师傅就要开始点卤 用勺子轻轻搅动豆浆 然后小心缓慢地倒入卤水 在对点卤的理解和纯熟运用上 杨师傅和他的祖辈如出一辙 变性的蛋白质和卤水初一见面 就迅速发生胶宁 一桶豆浆 正在在肉眼可见的速度下 发生着神奇的变化 那些曾经让大豆尴尬的不利因素 在这种古老的转化手段中 都在有意无意间被除掉 将出货新生的松散豆腐放入纱布之中 挤走多余的水分并小心压好 剩下的就都交给时间来帮豆腐固定形状 然而转化的方式不仅仅只有卤水 杨师傅将剩余的豆浆放入平底的铁锅之中 温火将热量源源不断地通过铁锅传递给豆浆 豆浆中的植物油脂慢慢吸出 在表面凝固 最终形成一张完整圆形豆皮 对于热量、时间和豆浆之间的微妙关系 杨师傅早已了如指掌 豆腐柔软变通的特性 使其适应各式各样的运用和搭配 一粒大豆在杨师傅的手中得到升华 这是我们祖先找到的 进食大豆的最佳方式 已是如今杨师傅热爱 并赖以生存的方式 诞生于石家庄 并传承六十多年的金毛狮子鱼 以其华丽大气的外观 爽滑细腻的口感 成为各具特色的鱼类材料 当之无愧的代表 周强是金毛狮子鱼的第三代传人 掌勺多年的他做过大小菜式无数 但对于金毛狮子鱼 周强却总是怀有不一样的深切感情 从选料到处理 周强总是势必公亲 从不借他人之手 金毛狮子鱼的原料并不昂贵 选用的是家家户户 常可见到的鲤鱼 但周强对鲤鱼的要求却颇为严格 并不是寻常鲤鱼皆可 要选择大小适中 鱼腹偏小 且肉质更为紧实的工鱼 对鲤鱼的刀工处理 是工序中最重要的一环 对制作者的刀工要求极高 周强的每一刀都颇为小心 这关系着制成之后的金毛狮子鱼的外观 金毛狮子鱼有九里外各片二十片以上 每片再用剪子剪五片以上 使之成为条状 用力轻重 与鱼片的薄厚之间 差之好里 十之千里 为达到炉火纯青 周强苦练刀工多年 处理完成后 周强要将鱼挂糊炸制了 金毛狮子鱼 讲究鱼上的金毛色泽成黄 且条条分明 这教求周强必须将每条鱼肉都挂满面糊 炸制时 周强倒敌着鱼身首尾两端 半没入油锅 将热油将鱼丝定型 以保证根根不断 炸好的狮子鱼 通体成黄的金毛 条条分明 蓬松地披散在鱼身两边 像雄狮一样颇为壮观 最后一道工序是浇汁 金毛狮子鱼的口味 全在汤汁上 这道菜诞生之初 汤汁都是酸甜口味 如今的汤汁发展出了多种口味 对于糖尿病的食客 甚至可以用木糖醇制作 你这几十片每一片都应该有一袋鱼皮 维修多年的恩师 今天来到了自己工作的地方 师徒二人又聊起了周强当年 学习金毛狮子鱼时的趣事 而这个诞生于石家庄的美妙味道 就这样继续在传承者盘的手中传递演变着 一方水土运一方美食 鸟鸟吹烟里水火焦熔间 这些或繁或茧或昏或素的古老味道 早已深植于这座新生城市的古老街巷之中 历经历史激荡 饱含岁月沧桑 它就是石家庄这座年轻城市饮食文化的缩影 在一晚一叠的变迁中 接纳传承和发展着新时期的美食传奇 好了朋友们 本期节目就是以上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关注 如果您想查询栏目的更多内容或信息 可以登陆农广天地的央视网官方网站 下期节目我们再会